字幕內容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怎麼沒有? 你們停止沒有一個直聽咪 當然不是,為什麼這麼勇氣? 那為何你們每一天都是九點之前 我一分鐘才拍到公司 我還以為你們約了一起吃早餐 一起回公司 大家這麼巧而已 因為遲到方還會罵的 其實我是想看看你們有沒有人吃早餐 如果有的話幫我買一份吧 咦?你還沒吃早餐的? 早先我做一份給你 我現在只有兩個午餐飯 有沒有人想試試我的手勢? 蛋哥我也想試試你的手勢 是呀 那你每天都這麼好 等下我們靜止的地方 一起去吃吧 開會 大家都知道陳先生是我們公司的大客 亦都是我們大老闆的朋友 所以陳先生這個客人 絕對絕對不得罪得 今天我原本答應了他 給他看一份計劃書 而這份計劃書 由Bella姐負責 不用看了 他今天請了教 又請病假? 有? 這個月已經第三次了 第三次? 逢親交功夫的日子 他就特別容易病的 別這麼說他 可能他真的病了 對呀 對呀 女生是多些機會 這裏痛那裏痛的 我不管他這次因什麼病 我只是想知道 這次誰幫他幫忙 嘩 不要看著我 我說我做事粗心大意 什麼都做錯 找我家沒有錢 我不管你們 總之誰有空就誰去做 要不然 就齊齊不用下班 教網都行 真的沒有人做的 當然不做 Annabella 一個人這麼大的 網上寫錯了 幫他收拾秘密 你重新做過 喂 四點了 Annabella 跟著陳山那份計劃書 誰去收拾秘密 蛤 沒有人跟嗎 這麼絕 搞定了 你跟 信我 吾果 不是信你吾果 畢竟你是專櫃的大老闆秘書 怎樣的意思 無所謂 一場同事 不過我發現 Annabella 做事都一般 嗯 有Kitty是有計錯 有Marshall出發的旗 也會反映給中國公司聽 是 你們幫人做什麼 你知道她是誰嗎 你們這次去聘請Bella嗎 我怎知道這麼嚴重 給我檢查一次 你不是真的跟大老闆說Bella的事嗎 你覺得我會不會 不嚇嚇他們 他們哪會害怕的 果然有大 喂 你還說不可以跟別人說的 嘶